三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没有锁边的 直接用胶水固定 优点是很容易操作 但不是很牢固 胶水的话用乳白胶或者是酒精胶都可以 第二种是这种锁边修来制作的 我们五股牛奶棉中抽出两股线 然后再对折使用 相对于是四股线 我们把后边的部分打四截 一个有点小 我们打两到三个就可以了 第一入针使我们可以从侧面窜入 或者从不知不得里边来窜入 这样就可以打结的东西隐藏到里面 然后再窜入第二针 第二针开始一直反复一个针法就可以了 在这里注意 每一次记得把膜线弄到针的后边 我们再看一下 就这样一直反复就可以了 脚的地方也是同样的道理 间距要保持银质哦 然后稍微把胸部调整一下 尽量不要把胸部露出来 最后一个针也是同样的方法处理 然后从粗绒面出来 打四截 可以再加固一下 从侧面再窜入一针 一次可以用剪刀直接剪掉哦 就做完第二种了 看看最后一个第三种 这个效果是看起来最厚实的一个 当然了它的花费时间也比较长 制作前我们可以用大头针 给它简单的固定住 第一个入针 我们从布织布的背面开始 这样就可以隐藏我们打死结的部分 第二针开始一直重复同样的针法就可以了 我们穿入布织布的时候 是原来位置的稍微旁边一点点 不是因为颜色的针法 是原来表现成的针法 最后颜色的针法 使用不过就颜色的针法 我们 het embedded针法 看起来是原来的针法 这样就重复得到 小针法 可以用刷在针法 这样就重复得到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大看一下 最后一针我们从戳绒面出来再给它打结 戳制第三种是比较花费时间的 我个人的建议是制作第二种 效果好也很容易操作的 我们打完死结之后用剪刀剪一下 看看效果